在今天大家都來看到 剛剛也在造句 看到黑韓產業鏈開始了 因為呢在2月2號這一天 很多人問人區在哪裡 那麼在昨天其實韓國瑜 把他的行程告訴大家 因為他就是在尋找他的 新任秘書長嘛 那麼朱文來今天也一塊 來到了立院請到介大師 我覺得他這個 新任秘書長是非常好的一個人選 可見這個 韓國瑜是 不講空話的說到做到 他希望那個這個 處理立法院的行政事務的時候 能夠維持一個行政中立 然後對不要有綁害色彩在內 這個就是說 我想國民黨的政治人物 都有這樣子認識 那可是過去 民進黨的話就不會這樣子 那種真正有專業 能夠保持中立的這些文官 真的是很難出頭 那不過我希望就是說 這個韓國瑜這樣子的任命 能夠感動一下民進黨 以後他們 在掌握了這個權力以後 能夠秉公處理事情 那也希望韓國瑜 這番苦心意志 能夠感化 這批只有黨 只有黨派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政府 沒有國家觀念的 這群民進黨的 這些政客 那基本上韓國瑜 我看剛剛他在這個立法院 第一次講話也說 他說他這個當這個位置 好多同仁 好多他的朋友都在對他耳提面命 是 讓他這個走路靠右邊 走路靠右邊 然後這個 手帕衛生紙 手帕衛生紙 好 可見對他都是怎麼講的 寄望甚深 不過他講一句話 我想大家也放心 他說韓國瑜還是韓國瑜 韓國瑜還是他的本色 我覺得任何人就是說 中國人講成這件事 就是成就是做自己 就對了 不要不要做得太虛偽 那我想韓國瑜 他過去讓這個感動台灣 這麼多這些選民 最主要就是韓國瑜 就是韓國瑜 那他今天這句話 我想大家也很保證 我想韓國瑜就是一個怎麼講 平常帶人非常真誠熱情的人 可是關鍵的時候 他是有原則的 有立場的 而且他有行動力 這個是我們對他的認識 今天他講這些話 我想很多過去一段時間 聽了他講什麼 要什麼一團和氣 要什麼這個秉公處理 要什麼保持中立 大家有一點怕他這樣子 坐的那個位置 反而沒有失去了戰鬥力 忘記了立法院 是一個監督制衡的一個機構 是有這個 兼具的使命 要去達成的 而不是大家都在那邊 交朋友 交心 那麼變成好朋友 這個不是交朋友的地方 而是怎麼樣 是達成選民給你付託的地方 尤其做一個多數黨的一個 一個領導性的 領軍性的人物的話 大家本來有點怕他 這個一開始太顧權大局了 我們認為過去國民黨都是顧權大局 退出黨政軍以後 結果呢 國民黨被操家清算 所以今天你要講政黨 政治上臺灣議員民主 歷史發展的時候 國民黨是應該這個例子 應該拿出來當教材 對不對 聽著別人的這個 照別人給他畫的路線 乖乖走到最後被操家 滅 差點滅族 那現在韓國瑜事實上受到了很多 大家的熱切的期望 我想他應該也都聽到了 我們也對他會怎麼講呢 會始終如一的支持 是 大家也非常期待 非常期待 我們不過我們該說的還是會說 他還是 我們對他還是有信心 那這次立法院真的是任重道遠 歷屆立法院沒有這麼重 責任這麼重大的 那作為一個領軍人物 雖然他是議長 他有的時候要超然中立 可是他是一個 不只是精神領袖 他是有發言權 有一個很高的位置發言權 他是可以出手的 那就看他這個個人的這個 怎麼樣做好這個工作 讓支持他的人 讓他對他有期待的人 大家還是不要失望 不要失望 大家都寄予厚望 都寄予厚望 那我們可想而知 面臨這個民進黨這麼一個 這個不講誠信 然後呢小動作很多 然後呢又擅長打群架 又把所有的關係 尤其在政治關係 都是視為鬥爭關係的 那個老實正派人 常常常被他們受他們騙 被他們欺負 我們現在真的希望 這個國民黨 這個還有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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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在野黨 能夠起碼不要被欺負 我們也不要去霸凌別人 可是不要被欺負 可是人民的付託 好好看好我們的盒包 然後呢制衡一個無法無天 一個黑金政權 不能讓過去八年那樣子 這樣叫這群人 就這樣子好像就過去了 另外還有就是說 現在不是很多 我們這個在節目上 很多朋友都講嗎 現在這段時間 好多事要做了 現在那個陳時中 還有什麼 這些那些 這個什麼一大堆 這些人還在位置上 我們的高端事情還沒搞清楚 還有好多好多貪污 腐礙病害 難道就這樣算了嗎 對如果這樣子算的話 那這些貪官污吏 是一個最好的鼓勵 所以其實很多事要做 剛剛那個志陽兄也提了 就是說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聽證調查權 這在國際社會上 各國的國會 這個普遍的例子 尤其臺灣目前的狀況是什麼 他目前是五權分立 基本上已經不分立了 只有一個行政權度大 民進黨過去四 八年 蔡英文是 他是躺著幹的 對不對 所有人都替他護航 不是在監督制衡 我們監督制衡機制沒有了 這個時候你看 我們我們中天所謂的 我們是中道理性 對不對 這個發出不停聲音 或到什麼待遇 結果呢 全世界沒有一個所謂 民主國家 敢去限制人民的 這個言論自由 居然民進黨政權就幹了 所以接下來監督的力量 監督力量太重要了 而且監督不是說 就在那邊口頭上講幾句 該神之以法的 該負責任的 一個都不要放過 這個三月而至大致 以前這個中國人講說 三個月大致 看有沒有能力 看三個月就好了 三個月這個平平凡凡 毫無表現 就差不多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現在不是要營造一個新的政治風氣的一個時代 現在是應該要起而行 要還給人民一個公道的一個很關鍵的三個月 對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龍頭之爭落幕之後 那麼韓院長呢 坐上了這個院長寶座 其實在當天他就帶著江啟臣副院長 還有國民黨團的這個黨團總召副寬齊 那麼還有就是書記長拜會了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民調也顯示出大家是非常期待的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連痕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下集合 請下集合 請下集合